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ion 欢迎来到Garion Phototech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下小铃铛 一有新片, YouTube 就会通知你们 这是我们正式开始讲 如何将电脑人工智能绘图这个功能 安装在自己的电脑里面的第一课 先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应用的软件叫Stable Diffusion 这个Stable Diffusion 因为完全是开放式原代码 所以外面有很多不同分支版本 但我试了一段时间后 发觉如果是可以的话 大家都是安装Stable Diffusion 的真正官方版本 就不要用其他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Stable Diffusion 的兼容性比较大 将来大家要画不同的公仔 不同的风格的时候 都会相对容易一些 第二件事就是 因为发展了比较长时间 我也相信它持续发展的机会是比较最大 始终它可以这样说是原早 事不宜迟 就开始跟大家讲 究竟你的电脑是需要什么配置的 第一件事 最低限度我先讲最低限度的配置 你的CPU 即是电脑的CPU AMD也好 Intel也好 你不要超过两三年的版本 基本上在今天是二三年 你大概是二零年的电脑 其实都可以走得到的了 第二件事 不是很重要 但都很需要的 就是一个比较多一点的记忆 最希望大家都最少有16GB RAM 如果你的电脑真的不够16GB RAM 是8GB 可能会有些问题出现 所以我会建议 如果可以的 都是有16GB RAM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Graphic Card Graphic Card 先要分两种用户 第一种就是 譬如我们想试试用成如何 这种用户或将来长线 都只会用来绘图的话 我们最需要的这种Graphic Card 其实是要将Graphic Card 上去有很多记忆体 它们叫做3DU RAM 可以说 绘图的级数 最低限度要求 都要2060或以上 即是由2060 30系列 3000系列 还有4000系列 你会听完这些级数 这些全部是NVIDIA的级数 可不可以用AMD 虽然最新的AMD 是可以支援这些 Stable Diffusion 但是 我不太建议大家使用 因为其实稳定性不是很高 尤其是当你产生一些绘图的时候 中间有些古古怪怪的计算出来 效果不是很理想 所以大部份的朋友用Stable Diffusion 都是用NVIDIA的 所以NVIDIA这方面就非常有利益 第二个方面就是 如果你打算将来 会训练电脑去绘画一些 以某些人物作为一个主体的话 譬如说 因为现在的Stable Diffusion 可以叫它绘画很多东西 但是如果你想将你自己的人样 变成主角 Stable Diffusion 现在是需要你去做 Training 这个东西 要重新培训过它的计算系统 你需要最低限度 要有8G RAM 这件事就很重要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打机的时候 就未必会是买一张 买一张Graphic Card 有这么多 3G RAM 因为其实没有太大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 是要用这些Training的时候 8G RAM是起跳来的 所以 就是需要找一些Graphic Card 是有8G RAM 以上 是会比较理想一点 而最后一件事就会和大家说 千万不要再用硬盘 来安装这个软件和它的数学模型 因为它的数学模型 动不动都有成几G RAM 细致都4-5G RAM 如果你是叫它这么大堆的数学模型 由硬盘抄去RAM 再抄去GPU 其实整体这样的过程 速度是比较慢一点 所以最好 很多最低限度要求 是要有SSD 第一个我们需要安装的叫Python 如果有做计划的人 就会知道Python是一个编程语言 但是Windows 或Mac机也好 就没有包含到Python 所以在这里 我们先去下载 然后就是Python 这里你看到因为我现在用Windows机 所以它自动就已经叫我们下载Python 其实也会很快 很小的 然后正式安装Python 只需要按Install now 你不用担心它去任何Path 基本上全部按确认就可以了 因为可以这么说 大部份现在人的C Drive都比较大 而且我自己本人都觉得 一般这些系统的程式 放在C Drive会比较好一点 好了 完全成功之后 你就会看到 然后就这样按Close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个我们要安装的 又是另一个编程的有关软件 叫GIT GIT 在这里你又去到网址 然后又是一开了 它自动就已经是For Windows 记得就这样下载 这样就可以了 下载的时候又是速度都很快的 所以很快就下载完 安装的时候 它就会说你要同意 那你就同意了它 因为这个GIT 其实是一些公开的 编程人员用的东西 所以其实就 不断确认它 让它走就行了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它这里有说说 所有的 shortcut 是不是GIT 全部都基本上 Yes,Next,Next 都可以的 然后也会等它慢慢安装整个流程 安装完之后 你也不需要看Nokes 就这样就完成了 好了,基本上就是 我们未安装Stable Diffusion 之前的预备安装 已经安装了 不好意思 因为Stable Diffusion 也是比较初步 所以都是需要大家先做 预先安装一些要求的软件 当你去到Stable Diffusion 这个下载的网址 大家都需要 打翻了 我的描述下面 会有所有网址 以及连结是怎样的 比较特别一点 记住大家 在这个code 那里 就有一个 Download SIP 你记得是用这个 它也会很快的下载 下载完之后 你就会看到 在你的Download Directory 有一个这样的SIP 你就可以在这里 把它爆开了 只好简单地说 Exact all 不可以了 它就会问你 是不是开了在这里 你先回答是 之后你会发觉 在它的Directory 原来里面 还有一个Subfolder 这里就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 如果大家不想安装在C Drive 就可以搬去其他Drive 但我自己建议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编程那些 就直接搬去C Drive Route 的地方 即是C Drive的主目录 做完刚才那个之后 我们就需要下载 第一套的数据 即是绘图的数据 那你就要跟回这个网址 然后 就可以去这个 就这样按Download 那就下载 档案有点大的 你会见到 它差不多是5Gbps 要给它一些时间下载 下载完绘图之后 你就要去 现在这个网址 在Description 里面都会有的 之后 你就打开了 就右下载 然后就有一个 叫做Save Save As Save As 里面有一个特别一点的 你会见到很有趣的 后面会有一个叫做点TXT 你先把点TXT 没有了 变成一定要是 点YAML 先下载它 很快就下载完 因为这个网址很小 下载完之后 你就会见到我们的下载写标准里面有一个 7-68-3-EMA.CKPT 这个5Gbps的码 就是我们的资料库 同时我们就要将这个码 更改了名字 记得就一定要跟它一模一样 就是 768-V-EMA.YAM 大家要注意 一般的 Windows 机 它其实没有显示到 刚才的所谓 extension 你就要在 Fill 这里 Option 然后就去 Fill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High Extension 这里 就要没有点击 为什么呢 如果不是 它刚才 save 了材料 仍然一直是 .txt 很多人在这里 整理整理不得 原因是 Windows 自己 会把材料的 即是什么档案属性 就会隐藏 一定要不让它隐藏 才可以更改到最后 后面的 extension 叫 .yaml 这两个做完之后 我们就去 root directory 然后找到 Stable Diffusion UBI Master 在Models 这里 然后有一个 Stable Diffusion 这个位置 这里有提到 把Stable Diffusion 的 Check Point 放在这里 我们就把刚才的两个 标准过去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好了 叫做基础安装完成了 把刚才的档案抄完之后 我们就只需要在这里 去到Stable Diffusion Web UI DASH MASTER 即是 directory 然后去双击 即使用Web UI.bat 它会说是否保护了 只需要再看看什么事 然后再说 One Anyway 在这个时候 它就会用它的方法 不断去找 所有它还欠了什么 叫做 Dependency 即是有什么需要 额外下载的附件 它会全部在 Internet 里 下载回来 是需要些时间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 像我这样 做杯茶 喝着看着 看看有什么安装 好了 去到这里 已经是完全安装完畢 你就会看到 它甚至出了 POM和Public Link 就是说 我们可以开始试玩 先记得这个网址 就是HTTP 1860 我们就复制它 如何复制呢 在这个POM 只需要用鼠标 选择 然后按一下右键 就叫做Copy 然后我们再开 我们的搜索 在搜索 在搜索 我们重新打回网址 127.0.0.1 没有好 7860 接着要选择这个checkpoint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7.6.8 然后我们再打回 一些指定的 叫做 画画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这个model 7.6.8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它的 像素最好的地方 就是7.6.8x7.6.8 所以我们这里 就打回7.6.8x7.6.8 sample step 去到50 左右 就会产生画画 做比较漂亮 而且我会比较倾向用 这个URA 的 叫做sampling model 其实不同的sampling model 会有不同的效果 产生的 我自己觉得 头两个是比较漂亮 尤其是A 一般比较我 效果是最漂亮的 然后就按 Generate Generate 一般需要大概 以我这部机 2060的NVIDIA 大概是30-40秒左右 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这张画 看看它画出来的效果 是如何 你会看到 其实画出来的效果 都不错 是挺漂亮的 现在再试一试 一个简单一点的 我就这样 打一只 是 猫 sunset 海滩 这样 完成了 你会看到 这张画画出来 都相对OK 唯一是 它的眼睛 不太正常 就是猫眼睛 不对 Stable Diffusion 的安装方法 虽然有点复杂 但我其实觉得 都是值得大家下载来试一下 下一集 我们会详细和大家示范 不同的数学模型 产生出来的图片 或者是相片 会是怎样的 所以大家记住 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我们的影片一出 YouTube便会通知你们 多谢